台宿六清短短一點內 爆發了七次重大公安事故 為了祈求廠區內的生產線 和機器運作都能勢力進行 今年擴大舉辦中原普渡的儀式 以往大約三百桌的共平普渡 今年增加到了三百五十桌 一起參與普渡的六清員工 還有承包商更超過上千人 場面壯觀 六清員工瞞著將共平擺上桌 準備要舉行一年一度的中原大普渡 因為最近六清廠區公安意外不斷 為了要祈求廠區生產線 和機器運作都可以順利 今年參與的員工和承包商 也比晚年來得多 六清管理部表示 為了要表示誠意包括台塑公司總經理林劍南 和六清廠區總廠長環紀明等人 都專程攬下參加 並由管理部代表持鄉念書文 另外在十七號也會增加一場祈福法會 因為六清廠區總共有六十多座工廠 官司員工就有一萬多人 再加上大約一千家的承包商 每天就有將近兩萬人在場內工作 可以看見一桌一桌擺滿滿的各式共品和三千人來參與普渡 就是希望六清廠區可以順利運作 不要再發生任何公安意外 記者網友雄雲雲林報導